张俊宁跟陈奕涵是全内出了名的好闺蜜 但是即便如此张俊宁也曾一度被曝 眼红好友陈奕涵心图顺利 难道戏外的张俊宁跟五妹娘里面的徐仙妃一样 也是一个嫉妒心爆棚的吗 你不要逼我 都是你逼我的 现在是你的自寻思路 长着一张人畜无害的脸蛋 却能够把一个反派角色演得入目三分 五妹娘传奇当中凶狠的徐仙妃可谓是深入人心 第一次演反派就大获成功 张俊宁也是忍不住大呼过瘾 全是这样的角色对我来说是很过瘾 那种揪心的东西会让我觉得太过瘾了 身为台湾地区第一气质美女 不但颜值高 如今演技也得到了肯定 俊宁以后会不会继续尝试拓宽泄露呢 所以还蛮希望下一个角色可以尝试 就是再帅一点点的那种 不过在成功塑造徐会之前 张俊宁曾经被恐慌症困扰长达半年 一度看不到未来的方向 在那一段不堪回首的时光当中 甚至连闺蜜陈一涵都成了嫉妒对象 看到这样的标题 粉丝的玻璃心瞬间碎成渣渣 难道多年的友情就如此不堪一击吗 我觉得不是 那个应该都是大家有点误会 就是我不是说对大发的嫉妒心 而是说就是那段时间是对自己工作上面的 对自己有很多的不满足 然后我只是举例说可能朋友朋友在拍什么 自己什么都没有做 所以真的不是对大发的嫉妒 好在依靠旅行努力运动 以及身边的好友不离不弃的相伴 张俊宁终于顺利排解了心中的机遇 以乐观的心态重回事业巅峰 俊宁也希望把这样的好心态 带给近日台湾地区 粉尘爆炸事件当中的受害者 然后希望大家就是幻觉 或者是家人都会知道 我们一直都在 游了新天地便就到 感谢观看